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我们谈到就是因为从圣经是给主耶稣做见证 你看那个五章三十九节那里 约翰福音五章五章 你看这个三十九节那里是讲到圣经了 是给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从这里 耶稣所讲的圣经是旧约圣经 上一次我们就讲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 对不对 各位还记得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新约呢 恩典的时代 主耶稣降生以后在神的整个旧约历史里面 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旧的时代就结束了 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 那今天我们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对于律法的态度 看加勒太书 加勒太书 第四章 加勒太书第四章 第四章第四节 四章四节 加勒太书四章四节 怎么说呢 即至十号满足 神就差遣祂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第五节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这里我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主耶稣生在律法以下第四节 第四节说 神在律法以下 所以我们主耶稣 他这个人 是生了一个犹太人 他生在犹太 他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他生的那个时候 是在律法的时代 所以这里说 这个加勒太书四章四节说 他是生在律法之下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主耶稣基督要不要守律法 我们刚才说 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 恩典时代已经开始了 那主耶稣要不要守律法 这就是当时 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 宗教界的权威冲突 他们逼迫耶稣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他们说耶稣不守律法 各位记得吧 你在安息日做这个作难 那你违背了律法 对不对 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 这是他们控告耶稣 指责耶稣 逼迫耶稣的理由 他违反了安息日 就是违反摩西的律法 那耶稣是不是违反了律法 耶稣有没有违反律法呢 有没有违反律法呢 上次我们讲过一点 耶稣是律法的立法者 主是立法者 主是立法者 所以他知道这个法 这个律法的精益 这spirit到底是什么 就知道神力这个法的本意是什么 而犹太人不知道 犹太人只遵守那个法的表面 对不对 只是死的条文 他不知道那个律法的经历 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违反律法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犹太人说耶稣违反了律法 耶稣上 马太福音第五章 新约最前面的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七节五章十七节 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 今天我没有桌子 所以不好做 翻圣经要慢一点 慢慢地翻 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 对了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宪职 你不要认为我是废掉律法宪职 底下说 我来不是要废掉 那是要成全 fulfill成全 fulfill成全 那法院是怎么样呢 你们律法定了一千四百年了 你们都没有做到 整个犹太人的历史 你看先知说了吧 你看历史说了吧 犹太人整个就是悖逆的 这一千四百年是悖逆的 所以他们背罗 背罗的外邦去 神刑罚他们 因为他们做不到律法 你没有成全 有律法你没有成全 你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宪职 我不是废掉 乃是要成全 下面这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谓一点一化 中文翻得正好 一点一化 这个 我不懂这个西伯来文 但是我看那个西伯来文的字母 很有意思 西伯来文的字母 一个字母上 有的时候有七八个小点 一大堆小点 每一个小点都有它特别的意思 你看耶稣说的 一点一化 都不能废去 律法不能废去 律法不是坏的 律法不是坏的 律法是必要的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人不能遵守 对不对 人不能遵守 跟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 安息日好了 安息日本来 神规定安息日是叫 人在那一天敬拜神 六天劳碌做工 第七天敬拜神 想安息 这是律法的经历 那后来就糟糕了 夹着犹太人 加上口传的律法 六百一十三条以后 就麻烦了 你走路超过一千公尺 就是犯律法 要用石头打死 九百九十尺可以 一千尺就不行 诸容此类 拔住死的条文 这个律法就变成了 捆扰人的东西 所以耶稣 他们指责耶稣 没有守安息日 耶稣说什么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 人不是为了安息日 人则是安息日的主 设安息日的意思 人则才名三 所以主耶稣 不是为美律法 我来 不是要废掉律法 那是要成全律法 律法是好 但是问题就在 人不能做到 这个律法这个字 在圣经里有种种的解释 有的时候最狭义 是指着摩西的律法 就是旧于摩西的这些的 实戒了 一些的典归 典章律律了 指着这个说 有的广义的 广义的 广义的可以指 整个普世人 各民族 它那种道德律 各民族的法律 伦理的这种规条 伦理的规章 这些都包括在内 这些包括在内 所以不只是犹太人 律法做不到 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 有孔子 有圣人 不是没有律法 也是要做人 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照样我也是守不住 所以律法就发生两个问题 律法发生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做不到 人就怎么样 就绝望 是不是 根本做不到 没有办法 人好痛苦 第二个问题 律法的结果 拼不定要去做 拼着我自己的本事要做 有一些像 好像古说天主教 也是就是这样子 马丁路德还是这样子 一天要跪着 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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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院里的楼梯 爬多少次 腿要爬破 身体要割破 这样子还做功德 好像来克制自己的情欲 那就拼老命要做 这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假冒为善 我告诉你 你们做不到 你们做不到 就装出做到的样子来 这就是当时 法利塞人的问题 这是法利塞人的问题 他们做的就是表面 所以耶稣他指责他们说 你们假冒为善的吗 怎么样啊 那个薄荷芹菜 回向你献上 十分之一啊 那更重要的 你们不能不做的 就是神的公义 信誓怜悯 你反倒不做 所以耶稣说 你们怎么样 骆驼到吞下去 盲虫到滤出来 你看 耶稣讲的话真是怎么样 这个木匠啊 这个拿撒拉人的木匠 最重要的你们做到 最轻微的 你限十分之一都限了 什么都限十分之一 人家不注意到的 什么灰香了 什么什么芹菜了 你都限上十分之一 一点都不缺少 你看你律法做得好不好 做得都到家了 你真正怎么做到 说真正的是什么 公义信誓怜悯 你看 尼加书 旧约尼加书 旧约尼加书 旧约的尼加书 第六章 小先知 小先知 迷迦书 第六章 小先知书 迷迦书 第六章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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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向你所要的事下面 只要你心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这是律法的经历 这是神定律法的目的 这是神向人所要求的 要求人要做到的 不是守那些规条 要要求什么呀 心公义好怜悯 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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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就是怜悯 怜悯 看到了没有 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有两面 一面是怜悯 一面是公义 公义就要有审判 怜悯 怜悯是什么呢 怜悯就是饶恕 是不是 就是恩待别人 公义 怜悯 所以神的本身是这样 他是有这两方面的性 所以他也要求 神向人所要的 你看神向那个律法以下的人所要的 现在密加书指的是律法以下的 以色列人 律法的争议在这里 因此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根本没有做到 所以他的律法根本做不到 这个是史图保罗最清楚的 史图保罗这个人是一个最好的法利赛人 他说法利赛人好到什么程度呢 按着律法说我是无可指折的 这个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我们看 保师父保罗他一生就是这个人非常的诚实 他这么说一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他照着律法的要求来说 无可指折 很难得的 但他自己知道 他没有办法 里面不对 神是看内心 所以耶稣说 古人有话说 你不要杀人 但是我告诉你 你若是恨你的弟兄就要下地狱了 对不对 那古人告诉你说不要奸淫 我告诉你说 看见人有一路的思想 你就是犯奸淫了 那照这个标准来说 信约是这个标准你看到 信约不是旧约那个规条 不杀人 不奸淫 不是这个 耶稣说你看看 神的标准不是这个 神的标准是叫你从里面 谁走得到你 所以使徒保罗归主的基本的动机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他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说 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而成义 就是做不到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做得到 律法做不到 主耶稣生在律法的时代 刚才我们看到加勒太书 他生在律法以下 他不是来破坏律法 不错 律法时代是过去的 但他是怎么样的 他是恩典时代的 对不对 恩典时代是怎么样的 恩典时代是不守律法的 不是 是怎么样的 是超过律法 成全律法 成全 律法所做不到的 主耶稣基督来了才能做到 主耶稣现在看到一个问题 对当时的这些呢 有些个法利塞人 就看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们这些律法 已经一千四百年了 还是不能做到 你永远都不能做到 问题是人有罪性 人有罪性 人的天性 是罪性 从亚当以后 亚当为什么呀 他在这个伊甸园里犯了罪呀 小娃呀 听从了撒旦的诱惑了 罪就进入人心了 所以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 马克福音的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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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节 耶稣在这里怎么说 二十节 右说就是耶稣说 七章二十节 从人里面出来的注意 神注意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误会人 二十一节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周 底下有一连串的东西 那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 人的问题在这里 不是外面 不是你要改革这个社会的制度 不是要受良好的教育 你今天这些犯大罪的人 难道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吗 都是PHD 都是最有学问的人 他不是在外面能改造一个人 耶稣正来了 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是在哪里 是在里面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守律法了 律法是约束你的外面的 都没有用了 那你看那个马克福音这里 从人心里发出恶恶 底下这一连串都是 一无造成 恶恶 都是邪恶的事情 人发出都是邪恶的事情 下面一连串的东西 都是 所以人 因为人不能动 因为做不到 因为做不到 所以耶稣说 人没有别的 人你要换一个生命才行 换一个生命才行 你不换一个生命 你没有希望 达到神所邀请你的 那些个公义怜悯信使 你做不到的 要换一个生命 还记得有一次 耶稣跟尼格蒂姆谈道 跟尼格蒂姆讲道 他说要怎么样啊 他叫尼格蒂姆要怎么样啊 要重生 重生什么意思 换一个 换一条命 换一条命 我告诉你 这个旧约是守不住的 不但旧约 中国人的 孔子道 传给我们那些个 伦理道德 是守不住的 你知道中国 那个汉学家 古时候这些个 士大夫 都是伪道学 伪君子比较多 没有办法 因为他做不到 就变成伪君子了 所以要换一个命 换一个生命 旧约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在旧约时代 先知已经看到了 先知已经看到了 你看那个耶利明书 三十一章 耶利明书三十一章 先知耶利明 主前六百多年 主前六百多年的人 生在耶稣之前六百多年 那时候 犹太人刚刚被裸了 马上要被裸了 已经被裸了 南国也被裸了 国都发被轮却 亡国了 以色列亡国了 这个先知 耶利明先知 埃库的先知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所以在 主前六百多年 先知已经看到 犹太人一再地受人教 现在都亡国了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背 所以怎么样呢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这个旧约不行了 所谓旧约是指着摩西这条律法 传这个一千一千多年 不行不管用 必须另立新约 另立新约往底下看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相信一看 你就知道有两件事 这个新约是有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 罪赦免赦罪 这个新约是赦罪的约 第二个呢 是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 把神的律法写在 耶和华西的律法 归条写在诗板上 写在诗板上 放在约柜里 这个不是了 另立新约的时候 那个律法呀 神所要求的事情 写在人的心里 这个叫做新约 旧约里面出现一个新约 这个字 很奇妙吧 先知已经看到了 做不到 要另立新约 所以耶稣来了 就是 就这个救主来了 就是这样 就是立一个新约 你再往后看 下边有以西结书好吧 以西结书 三十七 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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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 三十六 二十六 先知 以西结先知 也是在他们犹太王国的时候的一个先知 神怎么说呢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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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生命 又换一个新的心 底下怎么样呢 将心灵 心灵 心灵 不是人原来那个灵 神的灵 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在往后面翻一页 往后面翻一页 三十七章的二十四节 三十七章的二十四节 我不看二十四节了 往下看好了 这个二十六节好了 三十七章二十六节 三十七章二十六节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作为永约 永约 这个约才能够存到永久的 那个约是 这个永约什么意思呢 这已经预先看到了 原来那个约摩西之约要废弃 因为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们看 这里要说一个新鲜 一个新灵 一个新约 一个永约 因为那个做不到 我们看个西伯来书 新约 新约的西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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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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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章 西伯来书 第七章 十八节 十八节 先前的条例 所谓先前的条例 指着旧约的律法 指着旧约的律法 先前的条例 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来了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一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软弱 人有罪性 所以废掉了 注意 先前的条例 废掉了 底下十九节括号 里面怎么说呢 律法啊 原来义无所成啊 什么事都不能做律法 律法只能叫人知罪 除此之外 对人一点用就没有啊 下面接着说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律法不能使人进到神面前 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古时候这献祭的仪式 那个献祭的人把牛本羊牵来以后 到哪里 到哪里呀 第一步就是祭坛 他牵到祭坛那里 祭坛那边上站着的是祭祀 祭祀要给他宰杀牛羊 然后把血洒到土上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没有事了 就回家去了 那他不能进去的 那谁能进去呀 祭祀能进去 祭祀替他 祭祀替他 这个人不能进去 或者是人不能直接见神 不能直接见神 那个至圣所里面 圣所的这个 仪太人的这个会墓 会墓 祭坛 然后往里面走 有洗桌盆 这里面是圣所至圣所 最后放约柜的那个地方 是至圣所呀 那个地方没有人能进去的 只有大祭祀一年一次赎罪日 祂可以带着血进到那里面去 此外没有一个人能进去 旧约没有人能见神 刚才我们看的西伯来书七章十九节怎么说 进到神面前 我们进到神面前 是因为神 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进过 曼子就是至圣所跟圣所隔离 那里 任何人都不准他进去那个曼子 光可以进去 所以新约圣经常常讲 坦然无惧 进到主的面前 就是这个道 旧约你看 一无所成吧 没有用 你再看八章 西文书八章 八章的最后 八章的最后 十三节 既说新约 八章十三节 既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见旧 见衰的 也必快归于乌有 为旧 这个为旧的意思是说 obsolate 废 废 废 已经废了 你从前的现在不实用了 没有用了 快归于乌有了 旧约快归于乌有了 所以耶稣必须来就是在这里 要解决人真正的 能够合乎神的心意的一种方法 人真正的能够进到神面前这个道路 这个要神的儿子来做 人做不到的 人再努力也不能少律法 耶稣基督来立的是新约 新约的基础是什么 新约的基础就是神的宝血 神儿子的宝血 耶稣的宝血 就是新约的基础 这个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 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新约的两个根基啊 一个是罗马书里面的阴信称义 第二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阴信得与无声 我们阴信是什么意思 上次我让你们大家看过的 白白的叫做阴信 白白的 白白的阴信称义就是白白的称义 称义是什么意思 算你无罪叫做称义 称义就是算唯无罪 什么叫称义 算唯无罪 我还是有罪 他说算我没有罪 你看到明白了 我们基督徒今天有没有罪啊 有 神算我无罪 为什么算我无罪 神这么这么糊涂啊 新约的基础是神儿子的宝血 神每次在那个至圣所里面 至圣所里面那个约会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 施恩座里面有两个基罗膜 两个基罗膜中间啊 大祭司每年一年一次又谈血在上面 在那个施恩座上谈了血 每次神从那里 神那里代表神的同在 神的presence在那里 神每次看我的时候 他先看到那个血 你看到了没有 他先看到那个血 然后再看到我 所以他不算我没有罪 因信诚义 第二个基础我们信就是 因信得永生 对不对 约翰福音我们现在查考到如此 到如今 最重要的 反复讲的就是要得生命 得生命 得一个永生 得永生什么意思 我们换一个人啊 换一个生命 换一个新的心 换一个新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到这里我讲的就是 我现在讲的 补充的就是 耶稣跟当时律法的关系 我顺便想到 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跟律法的关系 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跟律法的关系 好了 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是恩典时代 我们生下来就是恩典时代啊 我们时代有福啊 没有生在律法时代 我们生在恩典时代 都给我们预备好了 一信就好了 你看简单吧 好了 说得很解释 那律法时代 跟我们没有关系 旧约的律法 根本就不能约束我了 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呢 是要释放 基督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自由人了 不再受律法捆绑了 对不对 律法管不着我们了 我们是自由人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自由人怎么样 自由人可以 可以仍然活在罪中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边 问了两次 神的恩典这么大 让我们自由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 从此就可以犯罪了 自由人 活在恩典时代的人 是不是就没有律法了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我得救了 能安了 自由了 有永生了 那我们现在在世上活着就可以 就用律法担束了 可以随便乱做 是不是这样 不是 那那是什么 我们要律法了 旧约的律法管不着我们了 我们在新约时代 新约也有律法 新约也有律法 不是没有律法 新约有没有律法呢 新约的律法是一个字的律法 一个字的律法 就是爱 阿嘎佩 新约的律法是一个字的律法 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律法 但耶稣就是我们的律法 其他没有律法 我不是天天检查我的行为 犯了哪一条 犯了 其实没有 新约圣经里面有这回事 难是我意念思想 名为言语 错的时候 里面呢 就有东西要说话了 这是什么呢 对不对 我的律法 我的律法在里面呢 耶稣在我的里面 祂是我的律法 我们看一处圣经 罗马书十三章 洛马书十三章 洛马书十三章 有一个签名的东西,如果可以传一传,没有新来的朋友可以给它签一签 罗马书十三章,我们从九节看好了,从九节的下面,九节的下半段 你找一找,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的后面,怎么说呀,或有别的诫命,什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 底下怎么说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无句话之内,就是一个爱词,都包了 为什么都包了,那很奇妙,第十节说什么,说爱是不加害于人,各位弟兄姊妹 你看罪,什么叫做罪,罪当然是得罪神,对人的方面罪发生什么效果 各种的罪,不管大罪小罪发生什么效果,都是伤害人的效果,对不对 你想一想,各种罪,各种罪都是伤害人,拿那个人不当人,那是神造的人 我们没有尊敬那个人,来去伤害他,利用他,或者是怎么样他 罪的结果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爱是什么,不加害于人 爱在消极方面,是不加害于人,你要不加害于人,你哪里有罪 你发现有罪,你就影响到人,一定是害到人,有的是没有做出来的,有的是做出来的,一定是害到别人 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最后一句,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新约有没有律法,你看,有没有,有的,一个字的律法就是爱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没有律法 我们看一看,保罗他怎么说呀 大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 好,这里保罗讲了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看无论就去 我们看哪里 十九节我来念一念看好了 九章十九节 九章十九节我来念一念 我虽是自由的,保罗自己说啊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瞎管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也就是说像犹太人做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做律法以下的,要得律法二十一节 像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 为要得那个没有律法的,底下这一句 我请你看底下这句 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你看他怎么样 他自己讲律法时代过去了 恩典时代来临了 我们是恩典时代了 可是呢,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在基督面前,有的翻译本就是说 我们有基督的律法 我们是under the law of Jesus 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把一个字的律法管着我们 一个字的律法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是新约时代的圣律 对于律法 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回这边 结束啊,最后一点就是 就是神,我们现在谈到旧约新约 一个整个的观念 就是神救恩的历史 在神的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 有几个部阵 神的启示 神救恩的启示 也都是渐进的 increasing 渐进的 不是一下子就启示出来了 不是从开始的话 神就把他的儿子拿来替我们赎罪 不是这样的 随着人的历史 历史的时候 由这个愚昧慢慢地见到 有知识开化 随着历史的进展 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神的律法不是一向子很白板的 神跟人的关系是借着人的历史 你看以色列的旧约圣经就是这样 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 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 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启示他自己 我们这样看 就有几条线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对不对 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十二章以前都是讲 《创世纪》的这些事情 《创世纪》十二章是一个开始 神拣选了一个人 在哪里拣选的这个人呢 神在哪里拣选的 神在整个的世界里拣选的 你知道吗 他刚好捡到这个亚伯拉罕 那整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整个世界都是拜偶像 所以神歧视他 歧视他 神是无形无相的 独一的真神的 真神的是无形无相的 拜偶像是错误的 你知道 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拜偶像的 你知道吗 他那也是拜偶像的 所以这个神 歧视给这个亚伯拉罕 叫他出来 出来什么 脱离那个拜偶像的地方 但是出来我哪里走 哪里走都是拜偶像 所以神就歧视他 往一个地方去 把这一个人护照出来 护照出来 应许他 应许他说 你的子孙将来的后裔如何如何 将来是这个万国都要 因你的后裔得福 对不对 几次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体现就是他个人的神 对不对 不照他 后来成为他一个家族的神 慢慢这个家族的两三代下的 一个大家族 这个家族的神 就跟他立约 跟亚伯拉罕立约 怎么样立约呢 先隔离 记得吧 隔离作为记号 这隔离的意思 作为一个记号 外面的记号 就把这个家族 跟其他世界的人分出来了 第二个 第二个 选招摩西 到出埃及街了 呼召摩西 呼召摩西 把这个 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的子孙 已经变成一个民族 在埃及 呼召摩西 把这个民族 从那个苦难 入神的子民 有应许 应许 应许要跟他立约 对不对 也是一样 要跟他立约 立什么约呢 就是摩西之约 摩西之约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实践 就是戴卡瓦 就是实践 实践 第二部分就是律立典章 律立典章是三二毛牛 老 是关于什么呢 什么叫律立典章呢 第一个 实践的意思是什么呢 实践的意思是 神是一个道德的神 你看摩西律法 开始强调这件事 神开始启示他 神是一个要求道德 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 第二部分给他律立典章 这个三二毛牛 是干什么的呢 你们这个属神的子民 敬拜神 不能 假神那样子敬拜 我们要给你一个特别的 一套一套东西 你看那个 出外纪记 出外纪记 列位纪 民俗记 前半 生命记 这几本书都是讲这 有的很细很细 这跟他们立约 跟他们立约 你要遵守这个 两部分是不是 一部分是道德律 强调这个道德律 一部分强调什么呢 敬拜的方式 敬拜的态度 这方法 所以就跟其他的民族 完全分开了 有没有 分别出来了 第三步就怎么样 神的儿子就来了 神的儿子来就是 不一头了 不一头了 刚才我们说过 要把人不是从 不是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 政治的解放 或者是什么革命那些东西 不是了 神的儿子来要说 要把人救出来 从哪里救出来的 从罪里救出来的 刚才我们看到 耶稣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问题 说这个问题 你的律法 你再努力 是没有办法的 你被自己身体再割破 你也做不到那些东西 你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耶稣来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过了 走来了 代替人的罪 背负人的罪 解决了人的罪 赐个人的心生命 所以这个 到这个时候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已经达到了最高方 神的救恩达到最高方 耶稣第一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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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是恩典时代了 我们现在叫做恩典时代了 第一次来 白白的倡议了 白白的得永生了 就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赦免人的罪 给人心生命 还要第二次再来 现在他在天上 第二次再来 是为了审判 为了怎么样 所以将来带来一个新天新地 为什么要有新天新地 为什么要新天新地 整个的解决 你看主耶稣的救恩 不只是解决 你我的个人的问题 不是解决 你我个人得救的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谁的问题 主耶稣是谁 害初有道还记得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你看看创世纪 第一开始的时候 第三章就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那件事情 今天我们才有这种结果 就是撒旦进入 罪进入 一直有这个结果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 就击败撒旦 废掉了死亡 人罪恶的权势 所以我们就是 成为自由人了 今天我们才能成为自由人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把撒旦 丢在那个溜黄黄湖里 彻底解决 整个人的 从创世纪到现在 这种痛苦的问题 神造人的时候 有荣耀的形象 今天我们没有荣耀的形象 耶稣提到神的儿子 回来是要恢复 我们荣耀的形象 今天借着教会 把天国的影子 放在地上 不是实际的 将来有一天 我们接到天上去 主耶稣基督 带我们下来的时候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地上真正建立 他的天主 那是实际的 谢谢大家 第四次 都要下跌 然后一下 到天上 而且 这